而玉璃正丽图书馆攜手真诚社区发展协会在老人馆举办了老幼共学 乐洒蜡笔画活动 配合了亲民家姐姐儿童节的到来 玉璃正丽图书馆是让社区的影法族和年长者和小朋友们 齐聚一堂共享了受蜡笔画的魅力 来举办温馨又活泼的活动 也期待使老幼小朋友都能双向学习互相的鼓励 小朋友在桌上画讲师说的四只不同情绪的鱼 老大人则是拿起画笔画着传统美食 草花贵水果非常生动又可爱 这是玉璃正丽图书馆攜手真诚社区发展协会 在老人馆举办老幼共学乐洒蜡笔画的活动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老大人都为了小朋友 然后小朋友在教老大人画画 那种儿生乐这是在平常都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小朋友 跟老大人的距离缩短 这次活动邀请到了退休校长赖石豪 也是一位画家 借由这次活动的实施 希望提供老幼共同参与实作教育的机会 借此换出美好的农村生活回忆 下笔完成丰富多彩的画面 超贵的 我刚才讲说要画四个 乡土美食 也可以画大桑 希望人画越大越好 越大越才会好看 代理镇长詹秀聪表示 老幼共读共学已经成为世代潮流 同时也是高龄社会的未来趋势 蜡笔的丰富色彩 让彩绘的活动变得十分缤纷 现场也充满着趣味与笑声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